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张刚华 《领域合合制作所》的公共充满人之一 主要的领域在做剧场 当代表演 还是有的没有的 2019年的洗头计划 这个计划叫做 洗头跟我说一个故事 这是我个人从去年开始实践的 大概在去年10月的时候 跟私剧场合作 所以我在社区内外找了一些不同的参与者 请民众来洗头 这个计划在2020年 也会在继续跟私剧场合作 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申请一个文化园定计划 那一个计划里面其中有一个参与者 就是私剧场的高一凯 我们那时候写了一个要去印尼的文化交流 跟一凯会有我们对于东南亚的一些不同的认识 他也知道我个人的艺术实践 其实可以偏向在一些非典型的空间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蛮给力的 在洗头计划的最初 我想要找一些非典型的空间 私剧场就带着我去看好多社区里面不一样的地方 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私剧场在的话 一个艺术家其实是很难走进来去发掘这些空间 发掘这些人 然后开始跟这个地方有产生更多的认识 进而去串联出一种在表演里面展现出来的质感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其实是在这里 私剧场很给力的地方是 这个组织场是要跟很多不同国家的艺术机构 或是策展员制作人或是艺术家去交流 你会知道私剧场跟你的合作不会是一次性的 私剧场想要跟这个艺术家产生更多的不一样的关系 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未来时的同样的计划 是不是可以延展出更多不同的可能 它可以辅助艺术家 它也可以辅助私剧场能够有更多 跟其他文化全其他国家的联系性 当然会 私剧场是不会说 刚好我们今天的作品要多好多棒 又过超大大功的这种标准 最后我们即便非常不好 私剧场还是觉得 这个计划可以继续往下去走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给艺术家有很大的服从的 是有很大的支持的 所以当然会继续合作 而且得要继续合作 踏实敢做梦 这是我对私剧场的感觉 我可以温客 我可以温客